周深一曲入魂 古典美声与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 华文乐坛唱歌好的人是大有人在 也不乏优质的音乐创作人 但是乐坛一直都不太景气 因为听众的审美出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俗道尘埃的口水歌曲大行其道 二是高级感爆棚的古典美声日渐流行 古典美声的欣赏门槛是比较的高的 一直以来的发展的都是高级寂寞冷的状态 知道了周深的出现 他让古典美声大行其道 让观众感受到了原来古典美声如此美妙 周深曾经在乌克兰利沃夫国林乐学院 学习古典美声的演唱 是专业背景过硬的古典美声歌手 这一所学校是东欧最古老的音乐学院和机构 实力是慕庸置疑的 在《中国好歌声》当中 周深翻唱了奇遇的欢言 震撼了所有的人 他绝美的嗓音和超强的气息控制能力 完美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 据此出道的周深 一句所想披靡 听过周深的歌曲之后 都会被他所吸引 音色绝对是他最大的亮点之一 高昂清亮透彻给人绝美的一种听觉享受 不管翻唱什么样的作品 这一把嗓音都会给歌曲烙上深刻的个人特色 如果说好嗓音很多的话 但是说好嗓音带着好唱功 还能够创造性的把多种音乐元素 融入到一起的歌手 绝对不多 周深把古典美声和流行音乐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在歌坛的绝杀 从大鱼到朴树的达尼亚 从毛阿敏的相思到达拉崩巴等等 周深将美声在歌曲当中运用的毫无痕迹 融合的毫无违和感 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不管是花枪还是银唱 真假音的运用 周深用着美声给他的技巧 来演绎一些流行歌曲 这种风格虽然不是独创 但是周深把它发扬光大了 美声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表现力和感染力极强 除了嗓音的话 舞台表现力是非常重要的 情感拿捏到位 作为美声专业的毕业生 周深把它在专业上所学到的东西 作用在流行音乐当中 几乎没有任何困难 他的每一首歌 情感都极其的饱满 甚至如大鱼这种歌曲 听众不知不觉当中 都会听到落泪 周深对于流行音乐创造性的表达 提高了歌手的门槛 把美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对于美声唱法 跨次元壁的运用 让更多的听众 在流行音乐当中 体会到了美声的魅力 这就是为什么 在乐坛大行祈祷 深得高晓松等音乐人喜爱的原因了 一曲入魂 周深的音乐魅力无限 未来星途更加无可限量 周深最新跨界合作歌曲 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提到周深 大家对他都应该比较熟悉了 此前他的一首《大鱼海棠》深受大家的喜爱 可谓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呀 其实最开始红的就只有这首歌曲 大家对于周深这个歌手啊 却并不了解 后来随着他参加我们的歌搭档李克勤 他独特的嗓音成功的吸引了所有观众的注意 让大家去记住了 这个可以自由切换男女声叫做周深的歌手 从此啊 他的人气开始一路高涨 之后呢 他也参加了很多音乐类的节目 充分的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 吸引了许多众多的观众啊 而就在此前 他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凭借了一首《达拉崩巴》 他一人并展现出了五种声线 并且演绎出了五个不同的角色 瞬间爆红了网络 不过最近啊 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 周深表示 虽然自己现在这样独特的嗓音 深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其实 当初您这身边的男同学啊 都进入到变声期 而自己的声音却一直保持这样的声音 一度让自己信物到了自卑的状态 很长一段时间呢 都不敢开口唱歌了 直到演唱了《大云海棠》这首歌曲 发现有许多人 十分喜欢自己的声音 才有了如今的发展 而高晓松也表示 周深的声音啊 可以发出那种 介乎于同声和女声之间的独特声音 一个人便可以抵得上一个歌唱团队 他自己一听到他的声音 便会被深深的吸引 毫无抵抗能力啊 如此高的评价 可以看出他对周深啊 也是非常的看好的 而就在最近 又有一首周深与一家合作创作的 同出泪拔萃的NV被爆出了 不仅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 感受到周深的那一独特的声线 歌曲优美的旋律 这个NV啊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场强大的视觉盛宴 据说啊 可以高达120帧 以及现在最为顶级的色彩精度调教技术 在NV中啊 主要是以蝴蝶作为一个贯穿整个视频的意向主题 并融入进了很多儒家的文化 比如庄舟梦蝶 逍遥游等庄子思想的元素 在视频和歌词当中都有所体现 如此完美的合作 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而通过了周深优美的歌声啊 可以轻松的把我们带入到这个优美深远的意境之中 因此这一次的合作也是十分值得我们大家的期待的 而且这对于合作的双方啊 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尝试 不知道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